进入六月毕业季了 慈禧大学今天举办毕业典礼 有808位毕业生带着师长的祝福 战翅高飞 恭请师长剥岁 慈禧大学毕业典礼 808位毕业生即将踏竹校门 迈向人生新的旅程 我们会是自己的延续 传播学系毕业生叶炎盈来自马来西亚 她是疫情爆发时第一批海外新生 大学四年积极参与社区服务 还投入满纳海学班计划 帮助叙利亚难民儿童学习不中断 我希望能够带着此大学习到的 除了专业知识以外 还有媒体人文素养 能够带到职场上 让我除了就是 不是只是为了工作工作 而是让我的工作有价值 一工系毕业生刘静瑶来自台南 0403花莲大地震 积极投入志工服务 个性内向的她承担碧联会会长 扮演师长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桥梁 这些历练让她变得更有自信 最大的学习收获就是 我懂得怎么表达自我表达我要说的话 然后如何组织众人有效地把一件事情完成 短短人生不会重来 师长们以丁宁手语祝福毕业生蓬城万里 实践慈悲喜舍孝训与世界共善 以专业勇气和毅力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克服挑战度过难关 也请各位记得慈祭是大家永远的心灵故乡 疫情也度过了地震也度过了 相信未来还是有很多的事情都会度过 可是我们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 学习到慈悲 学习到智慧 感恩施恩父母恩 她有词诚意的爸妈 无私的陪伴与照顾 洋帆启航为社会带来正向力量 一天快乐 乃新闻 黄瑞娟 仲江坡 画链报导 黄瑟